欢迎继续收听长天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十四集 去年刘勇肯定会感到压力 今年他找到了赚钱的门路 赚到的钱还没有抽出来 干别的不行,多养夏小兰和刘芬却算不了啥 有钱就有底气 刘勇也的确希望夏小兰将来生活更好 从前那是没条件 现在夏小兰有机会考大学 别说他有钱,就算没钱也要卖血工啊 夏小兰低头 秀,我说了要给我妈在省城买房子 这是我的生活 我也十八了,您赚的钱应该留给表弟 真要让刘勇养,夏小兰休也休死 刘勇知道夏小兰心高气傲 没撞墙自杀前就有着毛病 没想到人变懂事了,这一点还没改 老汪想,这孩子太不容易了 带着离婚的母亲寄居在舅舅家 迫切想要改变生活困境啊 齐老师也心中一软 干个体户是不太体面 但夏小兰说要给母亲买房 真是孝顺 夏同学,上学和安家并不冲突 等你大学毕业,国家会安排工作 单位也会给你分房 不过是过几年的事 干个体户也不一定能买上房啊 就生意不是稳赚不赔 哪有大学生的前途好 齐老师就是不想让夏小兰一时犯傻 真是掏心窝子圈 等你工作后,月月有工资 把你舅舅供你上学的钱还给他不就行了 夏小兰态度很诚恳 我习惯了在家自学 学校的环境会让我感到压力大 初中时咋学都不开窍 在家慢慢看书还找到了学习方法 老师,您看能不能这样 学校有考试我就去 就算没考试,我也一周去一趟学校 把自己自学时不懂的地方弄懂 夏小兰要说自己做生意不去学校 别说两个老师就算他舅舅刘勇 也不会同意 但他说自己适合自学 两个老师不敢确定 刘勇也将信将疑 夏小兰初中时成绩的确很一般 要成绩好当初就考中专去了 不可能初中毕业就不念书 夏小兰初中毕业三年 还能把现意中的卷子考出446分 总不可能在家翻了两天书 就能办到吧 还是自学的功劳 刘勇当着两个老师不好仔细问 心里猜测和大河村那个知青 王建华有关系 王建华不也考上大学了吗 小兰之前和他好 说不定两人就是一起学习的 但这事儿刘勇能说吗 说出来就要扯到夏紫玉 王建华和夏小兰的三角关系 夏小兰在感情纠葛中 输给了夏紫玉 大叔家顶着勾引未来姐夫的名声 咋能在现意中老师面前说呀 夏小兰这要求让老汪很为难 但夏小兰态度坚决 现意中不同意的话 他不介意去二中报名 老汪咋能把重本苗子让给二中 只能说要和学校领导商量下 能商量就好啊 夏小兰知道这事儿多半是要成的 和两个老师在安庆县分道扬镳 齐老师对刘勇不太满意 自学是借口 齐老师觉得夏小兰就是担心 家里的经济条件 唉 有骨气是好事儿 可这丫头也太有骨气了 当舅舅的就应该态度强硬点 不能放任夏小兰毁了自己的前途啊 老师还是建议你来学校正常上课 谢谢齐老师 不过我已经决定了 废话 他考大学是争一口气 也是为了拓展一下自己的人脉 再过二三十年 八零年代这一批大学生 会占据各行各业 以及政府部门的要职 夏小兰知道 现在去读大学建立的人脉 未来会很有用 人活在世上 不可能一直孤军作战的 考个大学当然重要 夏小兰把自己的眼光放得再长远 她也得顾及当下 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 解决生存问题是夏小兰的首要目标 真的能考大学 刘勇一路上都在傻笑 她都忘了夏小兰其实姓夏 因为打心眼里把夏小兰看成了自家人 满心的喜悦 都是老刘家要出个大学生 光宗要祖啊 她赞同老师的说法 小兰应该去学校正常上课 人家复读两三年 考不上的都有 夏小兰测试成绩不错 也不能因此而骄傲自大 去学校正常上课 把全部心思花在念书上 好好拼一把 明年考个好大学 刘勇也没多说 她要等刘勋和李凤梅回来 一起给夏小兰施压 真的 刘勋和李凤梅走向窜户的收黄扇 自行车被夏小兰骑走 刘勋和李凤梅都是靠双脚走 一天下来别提有多辛苦 可回家后听到好消息 刘勋都欢喜到发呆 事情是千真万确 现役中的老师亲自来通知的 说夏小兰不仅通过了学校的插班考试 明年考上大学的机会也很大 去上学 认真上学 妈供你 去上学 认真上学 刘勋嘴里反复念叨 就这几句 不讲逻辑没有语序 她显然是关系过头了 刘勋觉得日子过得像做梦 之前女儿寻死 她们母女俩一无所有被赶出了夏家 夏小兰仿佛一夜间就变得懂事了 母女俩的日子没有越过越差 反而是越过越好 顺利离婚了 迁出了户口 夏小兰做生意赚钱了 这些好的改变一点点累积 直到今天 现意中的老师带来的好消息 夏小兰不仅有机会考大学 她考上的可能性还很大 重点大学 太奢侈了 哪怕是个专科是中专 小兰的命运都会被改变呀 夏小兰还没去现意中报道 刘芬仿佛望见了她前途似锦的未来 读书改变命运 国家分配工作 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 端上铁饭碗 和那些不堪的留言彻底告别 这样的未来 虽然还物理看花般不真切 却更符合刘芬的期许 她情绪激动 竟捂着脸嚎啕大呼 听你妈的话好好念书 生意那边别操心 再不行还有老旧呢 你怕啥 是啊 你这孩子一家人不准见外啊 刘勇和李凤梅轮番上阵 夏小兰都迟疑了 她是不是太着急 考上大学在做生意不行吗 不 风起云涌的时代 她又不是那些注定会发光的牛人 不过是比别人多点后事的见识 不抓紧时间 她如何取得比上辈子更大的成就 自己不是来当失败者的 夏小兰摇摆的心又变得坚定 赚钱和上学并不冲突 两者要想兼顾 她会花费更多的精力 那又如何 我能办到的 她把嚎啕大哭的刘芬抱住 妈 你相信我 啊 你 没有 来 你 没有